MING PAO TORONTO 最重要的娱乐文化产业 其中身为C的comic和漫画界 更是其中基础中的基础 不知道多少观众通过漫画家笔下 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 无比新奇的故事 出亏到日本娱乐产业的广大 而日本漫画也是最早冲破低龄受众 被主流大众认可的独物之一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便是一位老少嫌疑 粉丝年龄层极为广泛的漫画家 这位漫画家不必多说什么废话 只需要一个词就可以代表他 没错那就是JoJo 是的 本期我们要介绍的 正是黄木飞旅园 黄木飞旅园出身于日本工程县仙台市 小时候的他酷爱漫画 也很喜欢西方的电影和音乐作品 在他之后的从业经历里 对西方古典艺术的美 推崇备制的做法实有体现 黄木对于漫画家这一职业十分执着 在工程教育大学念大学时 因为学业跟不上就干脆选择了退学 转读到了设计的专门学校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自己除了漫画家以外 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职业 虽然黄木对于画漫画抱着极大的热情 但是实际上他的漫画家之路并不算十分顺利 从小就喜欢漫画的他 在1981年因为投稿作武装扑克 荣获20回手中赏而出道 但出道以后的作品却始终都算不上出彩 即使是获得了连载机会的魔少年BD 与巴欧来访者 也在连载没多久后就迎来了腰斩 在初期 黄木一直试图以星期风格来换取读者的认同 无奈能力有限 这让他一度跌了很多次交 比如说武装扑克中的错误透视 与魔少年BD中无法迎合观众的自我设定 甚至在巴欧来访者中出现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场景设计 这些错误甚至有不少都让初期的黄木收到了一些恶评 然而有恶评就有进步 黄木在这段日子里虽然煎熬 却逐渐掌握了漫画故事中不可逾越的规则 在记忆与故事中开始变得游刃有余 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 让黄木对于画漫画开始有了许多独特的思考 在之后的作品中的诸如拟生词 独特的人物姿势等标志特点也开始逐渐形成 不得不说虽然只是新人漫画家 但是黄木的经历对比其他新人来说 真的可以用宝金风霜来形容了 在经历了腰斩等事件后 成绩平平的黄木萌生了画新漫画的想法 为了让读者一眼便能认出 这部作品的特点黄木绞尽脑汁 最开始他原本想将主角名放在标题中 却由于傲孔难尽 最后干脆剪写为了99 在有了好计的开头词以后 黄木还需要加上一个足以概括作品特点的词汇来完成标题 当时的黄木试了很多种不同的组合 但都觉得词不达意 直到后来试到了奇妙冒险这个词 才让黄木下定了决心 因为他认为奇妙冒险可以给人为之一震的感觉 很符合自己想要通过新漫画 给观众传达的眼前一亮的感觉 于是JoJo的奇妙冒险就作为新作标题诞生了 然后一用就是几十年的时间 也因为这部作品让黄木在之后 逐渐走上了漫画大师的路 我们就离人了 我们就离人了 在80年代 Jump戏漫画可谓如日中天 强大的影响力之下 漫画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禁忌 光凭黄木本人的回忆 当时就有主角必须是一个人 主角不能是外国人之类的禁忌 至于Jump戏的主题 友情 努力和胜利 这样不可逾越的基调 更是让荒木摔过跟头 从市场角度上来看 这种规则不无道理 但过度的相信市场 甚至干扰到漫画家的创作 这点实际上确实很不可取 毕竟很多时候观众并不清楚 自己不喜欢什么 真要说不喜欢 大概就是漫画的故事 讲得十分差劲 不过归根结底的原因 其实还是漫画家本人的水平所致 从荒木的想法来讲 他根本不想搭理 这些奇迹怪怪的规则 只是想认真讲述个好故事 对故事倾注自己的感情 于是他决定让自己的作品 跳出这个框架 也就是不让日本主角 生般硬套地出现在外国场景里 而是变成原汁原味的外国故事 主角设定成纯正的外国人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说过 责任编辑对于创作者的想法 有时会起到很大的影响 而荒木本人也有这样的一位责编 但是运气好的是 对于他这样破坏禁忌的漫画设定 这位责编不仅没有阻拦 反而因为荒木一直在画 别人没有画过的东西 而十分赞赏并且大力支持 最终在荒木责编的力排众议下 Juju的奇妙冒险得以开始连载 既然做出了打破竞技的挑战 那么Juju所面对的 就是以往的前辈们 没有遇到过的许多问题 好在他的表现确实没有让人失望 相较于其他当时正在连载的作品 Juju的第一部《幻影之雪》 在战斗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战斗中 人物不再是互拼战斗力 而是开始勾心斗角 为了突出这点 荒木甚至不惜 让已有人物旁观整场战斗 激情澎湃的解说 这些解说人物就如同 黄建墙和韩乔生一样 卖力且富有表现力 不忍耐地的 不忍耐地的 这种以智谋为战斗形式解说充当战斗风格的模式 确实在当时让人眼前一亮 整部作品中战斗系统波纹的运用也颇为别致 更有甚者在许多人物的设计上也别出心裁 尤其是反派迪奥的性格设计 一坏到底绝不洗白 爱学习更爱思考 充分刻画了一位充满魅力却罪恶无比的反派 这些优点集合在啾啾第一部中 终于让荒木免去了被腰斩的命运 而故事结尾乔纳森的死亡 也让啾啾的意志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这一故事主题 到第二部时 人物替换成了乔纳森的孙子乔瑟夫 这位万年老流氓一改第一部中主角的绅士形象 充满无数小心思坏心眼 同时又富有智慧和战斗技巧 无论是阿尔乔的智谋还是西萨的死亡 甚至是反派的执着 都让第二部成为了战斗漫画中 别具一格无法比拟的精彩之作 终于酿酿强强之下 啾啾来到了第三部 在这一部中 荒木和泽边意识到 波纹这套战斗设定恐怕是开发到极致了 更换设定势在必行 当时为了想出不同于波纹的战斗系统 荒木绞尽脑汁 终于荒木在一本自己曾经非常喜欢的漫画中 获得了一些灵感 如果在人物的背后 站着类似灵魂之类的精神体 通过精神体的特殊能力来战斗 这样的设置 说不定既能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意志平平 更能让战斗风格更加有特点 于是他将这个特殊能力 叫做优波纹或者是替身 这确实是十分创新的设计 实体化超能力战斗这个套路 应该就是从替身开始被发扬光大的 虽然第三部替身的设定 足以让99第三部位列经典漫画之列 但它的优点却绝对不止如此 无论是迪奥的重新出场 几代人之间宿命的战斗 边打边旅行的故事框架 都让第三部噱头十足可看性更足 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 都在这部漫画中集中体现 而这套环游世界最终在埃及与迪奥 正面对决的旅行路线 正是著名小说 《八十天环游世界》的逆版路线 这部小说也是荒漠从小喜爱的 西方科幻小说 这也算是个人兴趣的体现吧 是此之后 99终于在日本漫画史上 赢得了一席之地 之后的故事 无论是发生在杜王丁的神秘事件 还是九天内发生在意大利的黑帮蟹斗 甚至啾啾家族人物命运 甚至整个啾啾世界观重启 平行世界中让人激情澎湃的 马术大赛都无比精彩 直至今日 啾啾的故事依然仍在继续 荒漠也早已凭借啾啾 跻身日本漫画大师之列 JoJo不仅让荒漠 摆脱了咸鱼漫画家的身份 更使之在漫画领域 奠定了独有的江湖地位 身为漫画家的他 时尚有能让粉丝 津津乐道地跨界合作 比如说 07年他曾为国际生物期刊 Sale绘制过封面 又比如说 在几年前卢浮宫举办的 漫画家原画展览上 荒漠飞旅园更是唯一受邀 参加的日本漫画家 荒漠在99中展现的要素 很多都是由于自身经历所致 正如我们刚刚说到的 80天环游世界 是荒漠小时候所喜爱的作品一样 99中 荒漠无时无刻都在展示着 别样的个人兴趣 这其中首当其中便是歌曲 荒漠的作品 人物姓名和替身称谓 大量采用了西方摇滚的曲名 或者乐手名 迪奥布兰杜 威尔谢皮利 艾丽娜 这些名字各有来头 瘟狂钻石 皇后杀手 天堂之门 滚石 此类提升各个都有出处 设计歌曲手手都好听 一部JoJo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一部西方摇滚的发展简史 至于被官方认定的JoJo标题出处 便是披斗士收录在专辑 Let's It Be的叙事歌曲Deepad 在Deepad中 第一句歌词便开宗民意地唱到 JoJo was a man Who stopped he was alone 也就是说 JoJo一名究竟是对披斗士的致敬 还是荒漠为了标题好记 搞出了简写 其实说不上很清楚 说不定量这都有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 JoJo这些说法 都是被荒漠或者官方认可的 篇幅有限 这里不再列举其他作品 有兴趣的小伙伴 欢迎用弹幕补充出处科普 为新人分享JoJo的热情 此外 由于荒漠念过服装设计专业 在这项专业里 荒漠没有像之前一样跟不上学业 反而十分认真的学习 这点直接反映到了 JoJo的人物的服装设计中 有很多JoJo人物的服装搭配 风格各异 每种都颇有格调 之后 荒漠和服装设计公司 合作设计过一些服装 足以证明 她的专业能力 不仅体现在漫画上 自然 JoJo独一无二的风格 为后来不同领域 不同身份的创作者 都带来了非常多的影响 光是小说界 西伟维新和乙姨 两位都曾明确表示 自己小说的风格 受到过JoJo的直接影响 而他们两人 也曾为JoJo写过官方的外传小说 至于JoJo的台词和姿势 更是成为了 日本动画中 出现频率极高的梗 时常能够看到 很多漫画 动画 轻小说 对JoJo的台词和姿势 进行模仿 新しいパンツを履いたばかりの 正月元旦の朝のように さが断る この空白が最も好きなことの一つは 自分が絶対的優位にあると思っている奴 要说荒木 很多人都会想到 他那张拥抱青春的脸庞 也会对他服装设计的实力 交口称赞 而我更在意的 则是荒木本身的 讲故事工体 荒木本人有这样的看法 只要角色得到成长 获得勇气 就算死掉 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这一点直接体现在 他在JoJo中 那些人物命运的安排 确实对于荒木来说 强行复活 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行为 自己也对这样的做法 非常讨厌 这一点与其说 是荒木本人的偏好 更不如说与JoJo的核心主题有关 JoJo所宣扬的黄金精神 在我看来 就是对人类意志力的赞叹 他为JoJo故事所定下的基调 正是赞颂精神 多于赞颂世俗的 无论是乔纳森抱着 迪奥的头颅死去 还是西萨为了换回乔瑟夫 所做的牺牲 这些都是人格与精神的崇高 优先于一切的 这种故事基调 才是JoJo的故事世界 唯一的准则 在这样的故事世界中 所有人的经历 犹如歌剧般典养 荒木本人所采用的 诸如拟生词 无时无刻都在渲染气氛的对白 都在凸显出这样的风格 这并非是荒木故意为之 也不是故事强迫荒木 画出如此的作品 这是荒木与JoJo 已经完全一体的体现 JoJo的技巧 主题精神 同时就是荒木 在漫画业界 所要传递的不屈一致 荒木飞旅园 一直不是人气最高的漫画家 而他则用JoJo这一作品 告知了我们 个人表达与故事之间的河流 能够爆发出 怎样让人激动的作品 我们看JoJo 被故事中的精神鼓舞 同时他也告知我们 人类精神的存在和崇高 我们根本不用 吹捧JoJo的时装设计 战斗设定 荒木的个人兴趣 甚至他的 永保青春的脸庞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荒木飞旅园 不用吹 也不必要吹 因为他有部作品 叫做 《JoJo的奇妙冒险》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